红仲求婚迷送医从禁地室到天成医院 短短的三公里竟然开了18分钟 等于平均时速只有10公里 让人忍不住质疑军方救人的决心 而之后转送到三军总医院时 他因为中暑已经无法凝写 体温高达44度力来警戒 研判已经高烧了好一段时间 早就过了黄金救援时间 7月3号傍晚6点多 红仲秋就在这辆救护车上 从高山顶营区被送往天成医院 短短三公里的路 救护车开了18分钟 平均时速10公里 扣除等红绿灯 时速顶多3 40公里 而且没名敌直闪灯 错失黄金救援时间 我看他是以一般的速度在开 你一般是急救的救护车 他是会超越任何一辆车辆 他要往前走 可是他没有超越任何一辆的车辆 人在车上已经昏迷 之后被转送三种 中暑体温高达44度 肝肾衰竭 被呼吸肿破型 心肌病变 红肌溶解 急性 还有这个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这些通通有 所以由这些电话呢 预估 他起始热伤害 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白衣高大成说 红仲秋肺部只有血水 是被活活淹死 柯文哲说被水肿是在死人身上 装叶克膜的并发症 装置是假动作 第一时间没有让他降温 让他体温升到44度 伤害已经不可逆 再想救也救不回